这绝对是地表超模最多的国家 它就是非洲的埃塞俄比亚 全国近99%的少女梦想当超模 但超模背后的真相令人毛骨悚然 这是萨拉 曾在时尚之都巴黎工作 是当地最有名的模特心态 今天她必须在这个酒店内 挑选出三个漂亮姑娘带回家 姑娘们个个都很是漂亮 不知道你喜欢哪一个 对于这些姑娘 萨拉都很失望 她一个都没看上 她表示你要么有惊人的发长腿和身材比例 要么有惊世骇俗的脸蛋 可是这些姑娘都不符合她的标准 于是她只好以自己公司的名义 再次招募超模 面试当天就来了200名面试的姑娘 将楼道塞得满满当当 她们大多都来自普通家庭 都带着自己的梦想来应聘超模 她们希望和那些国际超模一样走出非洲 拥抱世界 各大名牌代言街道手软 数钱数到手抽筋 但是她们没有人会知道 想要进入超模的大门都难于登天 150名面试的姑娘 最终只留下了7个符合萨拉标准的 可残酷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萨拉向我介绍说 眼前这个少女就是典型的非洲脸蛋 细长的脖子线条极美 臀部相当丰满 可以去加纳参加时装秀 其实这些女孩的身材和相貌都异于常人 但是每一场走秀和活动 对模特的要求都不一样 每个女孩的身体都有她的用武之地 比如这个少女 她很是轻瘦 背部比较窄 小眼睛大嘴巴 一张典型的埃塞俄比亚的长相 就比较适合参加当地的走秀活动 但这些都只是皮毛 超模绝美的身材 只是入门卷 气质和自己独特的台风才是最重要的 萨拉根据自己的审美 给少女们一个个都排了三六九等 并且对少女们的身材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眼前的少女优势在于脖子 萨拉提醒女孩要多展示自己的脖子 但是她觉得最完美的超模 就是眼前这个仅有16岁的少女 萨拉觉得她简直就是完美的模特模子 可是面对这个丰满的女孩 萨拉竟要求她适当减肥 保持身材的傲人线条 随即萨拉透露 超模的选拔决定了超模的上限 从七人中培养出一个走入国际就够了 随即国际评审也觉得 仅有16岁的塞尔金花巴巴拉 是这里面最优秀的超模候选人 她拥有绝美的身材和天使的脸蛋 是迪奥最青睐的超模类型 但是在埃塞俄比亚要想成为超模 还要突破传统对于女性的束缚 当地宗教和家庭观念 是阻挡女孩们当超模的绊脚石 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性感招摇 是会让家族蒙羞的 所以即便萨拉觉得有的女孩很适合 最后也只能因为各种扯淡的原因 不得不放弃掉一个超模猩猩 这个笑容灿烂的女孩叫莫莫拉西 她穿得如此清凉 要是此刻走上街头 百分百会被男人和妇女用石头砸 她就多次被人追着用石头砸 但是莫莫拉西还是坚持自己的超模梦想 世界的超模舞台要有不一样的风格和人种 才会更美 其实埃塞俄比亚虽经济不发达 却是非洲出了名的美人窝 诞生无数国际顶级超模 但国家却不知道珍惜 埃塞俄比亚的女性 与其他漆黑的非洲国家女人不同 她们有着独特的肤色 和魔鬼身材 以及破天荒的大长腿 与欧洲美女相比 埃塞俄比亚美女更多了一份灵动 大牌也更青睐她们 因为她的出现更显品牌高级 你喜欢这样的埃塞俄比亚超模吗 评论区告诉我